嗨 那個 剛剛有人陪我玩那個桌遊 有兩個人 然後呢 他們覺得我應該要來上台一下 因為我早上睡過頭沒有講 那大概今天就是這樣的 第一個 第一個成果就是玩那個桌遊 我桌遊 我忘記拿上來 那個 裡面就是演那個 兩派陣營 一派是媒體 專門用招數 誤導了一個鄉民 另外一派就是鄉民 你要破解媒體是報了什麼內容 就是這款遊戲就什麼抓狂新聞 不有言行 甘書魯 你們網路上看一下也有 甚至他們有一個台少盟的直播 那媒體試讀的話 這四個字 我怕有些人不知道 我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看到我們一群的辨識能力 不是媒體工作人員 他們的性質 他們有沒有素質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OK 然後我這個 接下來就回到一個說辦一個什麼 演講會 反正已經有辦過了 反正我的想法是 趁今年那個選舉年 然後就是炒一些假新聞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一個人辦的話 能夠辦到的就是我出一點錢 找產地 找講師 募引下來 剪接 到網路上 順便弄全文的主治稿 大概就這樣 我的能力大概就到這程度而已 接下來就希望這些 information 能夠發散的更多 譬如說有PTT帳號的人 有八卦卵發言權 現在能可以來推這些 information教育的 主要是做社會教育 至少有三個想法 這個是那個14年那個 辦的 請那個再來做演講 然後譬如像我們今天那個 真的假的女人 也剛好就是 你在那天 那天小聚的時候 後來那天有個念頭 想說要辦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假新聞清潔記 他們這個團體也剛成立不久 在豐原那邊 他們辦實體活動 那就是真的是實體 然後尤其是那些長輩 年紀比較大的 不能說長輩 那就是我們這些在網路發這些訊息 他們幾乎他們是接受不到 他們那個群體 所以他們用實體的方式 來推銷真的假的的 Line的一個機器人之類 媒體試圖 剛好是昨天到樂林什麼的講學 在圖書館 媒觀 媒體觀察基金會的那邊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跟媒觀就有一點關係 他們兩個單位 有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我們Google Google可以到網頁可以看 然後臉書就有粉絲團 跟那個志工的社團 他們也是需要人來查核這個新聞 假新聞的問題 大概我心裡頭就想 我認識了這三個單位的人 所以大家請他們做講學 那是講學或講經驗 然後主要是要介紹這個媒體的素養 然後辨識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如果照講的 有一些模式 有一些樣式 樣態 就揮大起來 好 那就大概就這樣 一樣 我就還是很希望有人可以協助我 把這種概念可以推廣的更多一點地方 誒 還有一點 所以至少能夠像五年前 我們在研究什麼假新聞 也沒有什麼效果 等到一個假 等到一個川普上台的時候 他天天嘴巴喊假新聞的效果就很好 他全世界都知道什麼叫假新聞 我這個小傢伙講也沒用 就這樣子 好 報告完畢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位是徐赫 他要講的是老老相伴說故事 聚會社 我一會兒 他要說來